嗨,我是廖老帥 今天吃麥當勞了嗎 今天看到電視上雙牛起司黑寶 看起來廣告超好吃的售貝 今天要來點雙牛起司黑寶跟脆雞起司黑寶 看這兩個 這兩個一個是牛肉的,一個是脆雞的 不過兩個大小差起來,看起來是有明顯差距的 牛肉真的很小,脆雞就比較大 今天我們來試試看麥當勞的黑牛起司黑寶 好不好吃 我們先吃一下黑牛起司黑寶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黑牛起司黑寶打開來 它的起司已經融化了 哇,看起來非常的誘人,非常好吃 我個人覺得麥當勞的牛肉 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就是它的一個味道跟牛肉的香氣 讓我覺得麥當勞的牛肉其實都很好吃 配上這個 這應該是 木魚做的漢堡吧 黑布洋裝的 其實也沒有到很黑 它不過它黑的還蠻漂亮的 裡面就是一些簡單的生菜 然後起司片 跟美乃滋 這美乃滋看起來蠻厲害的 好,這個 美乃滋是屬於蜂蜜 蜂蜜芥末美乃滋吧 吃起來 就是鹹鹹甜甜的 可以刺激你味蕾的味道 這炸起來真的是蠻好吃的 不過呢 這個套餐的話 一百塊一百五 單點的話只是幾塊 這麼小一顆 我個人覺得 可以偶爾兩千一下 畢竟呢 我覺得這CP值沒有好夠 來麥當勞嘛 是要吃一些便宜又大碗的 而且這漢堡也很香 好吃好吃 嗯,接下來我們吃一下這個 脆雞起司黑堡 它有分脆雞跟嫩雞 嫩雞的話應該就是烤的而已 然後脆雞的話是炸的 我個人覺得啊 漢堡類啊 就是吃這種炸的 吃起來才會好吃 打開來啊 這個漢堡餅皮 一樣是墨魚做的 黑不濃爽的 不過呢 它裡面有一片 雞 這應該算是雞排吧 用炸的雞排 喝看一下 哇 這裡面這個醬看起來是很厲害 這個 蜂蜜芥末醬的 味道就很明顯 而且它有焦黑胡椒粒 在吃的過程當中啊 黑胡椒粒咬下去啊 就會有辣辣味道 那你吃起來不會膩 哇 趕快吃看看 嗯 嗯 吃脆雞就是最好的 剛炸出來 咬下去 鮮嫩多汁 好 而且這個脆雞黑薄啊 暗飽一個啊 比剛剛牛肉肉大很多耶 價錢又差不多 我真的覺得啊 吃雞啊 如果你不吃牛肉的話 吃雞也是個很好選 嗯 嗯 好吃好吃 不過它這次的 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墨魚做的麵包 廣告上面看起來非常好吃 不過實際吃起來呢 這墨魚啊 漢堡做起來 其實吃起來 沒什麼太多的 墨魚味道 就黑黑了 純粹就是一個視覺的享受 那你覺得說 黑色漢堡好像很厲害很特別 其實吃起來 這還好的 等一下呢 我們再介紹一下 麥當勞啊 有一些另業的吃法 剛剛提到啦 在麥當勞除了吃漢堡之外啊 我們還有別種的隱藏版吃法 例如什麼呢 例如這個 薯條啊 一般薯條 我們在吃的時候啊 純粹就是加番茄醬 然後蘸一蘸 不過呢 今天我們除了加番茄醬以外呢 我們來多加一個 砂糖 厲害了吧 把砂糖跟番茄醬包做一個結合 會非常好吃喔 現在趕快來試看看 加上我們砂糖 打住我們薯條 把它打來 均勻沾果 嗯 這番茄醬啊 我們吃起來是很鹹 不過加了砂糖之後啊 等味道啊 肉體餐完全不一樣的 嗯 喜歡吃甜食的啊 你就可以嘗試看看喔 或是你覺得 每天吃番茄醬啊 蘸薯條 或覺得太膩的話 這個啊 那你吃起來 就會完全不一樣的 好喝看 嗯 吃起來就是非常的 它甜啊 會把它酸帶出來 吃起來就是更酸 但吃起來啊 番茄醬不會這麼的鹹 我個人覺得是還不錯啊 畢竟在麥湯堡啊 有很多種銀湯版吃法 就等著你去挖掘 自己調配出來 自己喜歡的吃法 接下來啊 我們再換一個 就會看到 桌上有什麼 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啊 今天點的是大碗 玉米濃湯要配什麼 要配這個 胡椒粉 跟這個 奶油球 我點的是大杯的 所以我要加兩份 兩包黑胡椒粉 兩個奶油球 如果你點的是小杯的話 加一份就好了 現在呢 我們趕快吃看看 我們打胡椒粉 哇 玉米濃湯就是要配胡椒粉才好吃 這樣吃起來才會用台味的感覺 加上我們奶油球 記住喔 大杯的奶油球 一定要加兩杯 打辣辣耶 哇 你看這個顏色 這個色澤 瞬間從黃色變成白色 乳白色耶 哇 這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我只能說啊 玉米濃湯啊 真的要加胡椒粉 整個香氣都提出來 吃起來不會膩 它加鮮奶油啊 加進去之後啊 它跟玉米濃湯啊 很融化在一起啊 哇 變成非常creamy creamy 超好喝的 它是誰發明的啊 我喜歡這裡有的沒有的 好吃好吃 吃麥當老朋友們啊 每天吃如果覺得很無聊的話 記得啊 記住啊 為你的生活啊 多一點變化 不管是你要番茄醬加砂糖吃的啊 嗯 還是要把玉米濃湯啊 加奶油球 加一些胡椒粉 為你的生活啊 多一點樂趣 嗯 讚喔 我是天生料料帥 那我們就在麥當馬當中 下次見喔